这是我见过最病态的女人 一件衣服穿了二十多年 从不换鞋也从不打扮 光着脚丫子每天就在城堡里游荡 她的房间更是充满了微味 所有的时钟都是停止的 餐桌上的婚礼蛋糕 也永远停留在了二十年前 这就是十九世纪 英国一代文豪狄更斯 晚年最为伟大的作品孤心血泪 虽然电影只有短短三集 这是狄更斯号是七年才完成的文学 这部剧中更是有狄更斯后代子孙参演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建议先收藏保存起来 女人叫好维心 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女人 结婚的那一年 她被丈夫抛弃后 心里产生畸形 沦为了一副人鬼不分的模样 二十多年来 她从没有离开过城堡 没见过半点阳光 皮肤也变得非常沙白 心里扭曲的她 发誓要报复全天下的男人 于是她收养了一个女孩 并将她调教成报复男人的工具 而我们的男主人翁皮普 年仅七岁的她 就成为了好维心的第一个实验对象 皮普从小父母伤亡 有脾气暴力的姐姐抚养长大 命运悲惨的她 在六岁那年 发生了一件怪事 回家的路上 她被一双大手抓住 逃犯凶恶的长相 让皮普非常害怕 壮汉威胁她不要说话 否则就杀了她 还让她回家偷一把错刀给自己 欺骗皮普不要试图逃跑 自己有朋友在监视她 由于害怕 皮普回家拿到错刀后 就往沼泽地赶去 半路她遇见了另一个逃犯 见到壮汉后 皮普不仅给了她错刀 还给了她一块饼 壮汉望望皮普 很快就狼吞虎咽地吃下 皮普天真的问她 我刚刚遇见了你的同伴 你不留一点给她吗 她看起来很饥饿 壮汉瞬间暴露起来 壮汉望望路上 盯住皮普不管发生什么 不不要回头 只管往家里跑就是 所幸的是皮普安全回到家里 此时的皮普 已经吓得全身发抖 然而她姐姐 不仅不安慰她 还对她立声呵斥 另一边提着铁链的壮汉 找到了另一名逃犯 两人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 一见面就开始互殴 小个子不是对手 被壮汉差点杀死 就在这时官兵赶到 两名逃犯最终被抓住 由于在壮汉身上发现错刀 方圆百里就一家铁匠铺 官兵找到皮普家里后 皮普十分害怕不敢发言 这时壮汉主动为他们开罪 承认错刀是自己偷的 壮汉最佳一等 直接被当场浇灌 铁水汉似狡猎 请记住这个可怜的壮汉 他是故事线的重要人物 也是未来给皮普远大前程的神秘人 请记住这个可怜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